安安,别着急吃,洗洗再吃,忘了爹说过的话了。 说完,目光还不赞同地看着儿子。 安安心虚地看着娘,得到好东西太高兴了,他真的忘了。 古书狗蛋也要。 看着安安哥哥手里的果子,向来不知道客气也为何物的狗蛋, 立马把这古兰的腿开药了。 小姑娘们抱着大红果子,让围观的其他小家伙们羡慕坏了。 娘,我也想吃。 果子太诱人了,以至于一个站在娘身旁比安安稍微小一点的小子忍不住了,小声地说着。 好,等有机会,娘一定给庆哥买,不过现在要乖,知道吗? 围观的人群中孩子占了一半,只不过都比庆儿要更大一些,忍耐力也就更好一些。 瞧着这些懂事的孩子,看着他们偷偷咽口水的模样。 对待孩子向来更软一些的古兰,在竹框里翻起来,然后把一颗又一颗的野生果子移住框子。 小家伙儿,过来。 亲哥不知所措地看着娘,是他想的那样吗?拿着吃吧。 古兰嬷嬷和儿子差不多大的小兽包子,这下子可让围观的其他孩们羡慕极了。 眼睛都盯着庆哥手里的红果子。 想吃果子的,排好队,都有。 这声音简直像天籁。 陷入惊喜中的孩子们瞬间炸了,接着忙不迭地窜了出来,一个个乖绝地排好队伍,一个个向前排队领果子,然后又个个欢喜地重新回到家人的身旁。 孩子们,谢谢古叔叔了吗? 文言,孩子们也有些不好意思了,尤其是大点的,光想着果子了,竟忘了说谢谢,于是纷纷跑到古兰跟前,道谢。 沈子,村长在吗? 在帐篷里,你找他有事? 哦,是有事情,就这些野猪和傻袍子,这些我留一点,其他的都麻烦村长分给村里人吧。 给村里人? 古兰,你说真的? 是真的。 可这些不是你辛苦打回来的吗?而且弄回来也是费足了劲儿的。 谢谢沈子关心,这不是白分给村里人的,我还是要收钱的。 啊,原来是我误会了,这还好,呃,只是价格呢。 野猪肉五个铜板一斤,傻袍子肉七个铜板一斤,这个价格是所有人都能消耗起的。 会不会太便宜了,你冒这么大危险打来的? 其他人我自然是不愿的,就像沈子说的,我确实冒了很大风险,不过咱们同甘共苦这么长时间了,是自己人就没必要计算得这么清楚了。 这次上山的运气比较好,打了这么多的猎物,与其烟子让他风干放着,倒不如留着给大家补补身子。 大家吃得好也就更有力气,路也能早点通,咱们也能早点离开这儿,也算是尽我的一份力了。 点儿